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5年3月25日星期三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美股报道 我是赵冰晶 今天的股市实在是让人有点捉摸骨头 早盘时是微幅的高开 随机转跌 五盘之后呢跌幅扩大 道指在盘中的跌幅超过了200点 纳指成分股的公司当中 更是96%都是下跌的走势 解释大盘连续三天下跌的原因呢 主要是有两点 首先临近第一季度末尾 投资人呢是倾向于获利回吐 也就是说卖掉第一季度当中 涨幅高的股票 其中呢一季度表现最好的 太阳能板块还有生物医药板块 今天呢都是下跌的趋势 反而一季度当中表现最差的 跌幅最多的油价钢铁和欧元呢 今天都是赢家 其次美国二月份 耐用品订单下滑 也是加重了美股的跌幅 油价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油价是暴涨 纽约原油期货呢 是上涨了3.62% 爆煤桶49.24美元 布伦特原油上涨了3.39% 爆煤桶56.98美元 石油大亨Tibon Pickens 看好油价呢 可能会在2016年底 触及煤桶100美元 他表示尽管石油的产量增加 可能呢会在未来的某一点上 石油的产量会不可逆的下降 我们再来看一下金价 到今天黄金的价格 已经出现了六连羊 金价在今天上涨了0.38% 爆煤桶4 1196.1美元 很多投资者呢 是疯狂的买进黄金 这一个趋势 也成为了通缩紧缩的一个信号 板块方面 走强的板块是消费者必需品 能源和公共事业板块 其中在消费者必需品板块当中 受到卡夫集团合并的利好消息 带动了食品板块上升 燕麦片的生产商 General Mills 交易代码为GIS 上涨了1.24% 走弱的板块是消费者非必需品 金融 工业和科技板块 2015年第一季度的赢家 深化板块呢 今天是输得颇为惨烈 其中 Giliad的交易代码为GILD 下跌了1.3% 上周大涨的Belgian 交易代码为BIIB 今天下滑了3.81% 深化板块的ETF 交易代码为IBB也暴跌了5% 晶片股呢 是在一周之内跌去了7% 导致NAR只创下了一年之内最大的跌幅 同样呢 是科技蓝筹股也是损失惨重 苹果公司交易代码为AAPL 下跌了1.68% 英特尔公司交易代码为INTC 下跌了2.31% 微软公司交易代码为MSFT 下跌了2.87% 截至周盘 道琼斯公益平均指数下跌了292.60点 报17718.54点 跌幅为1.62% 标准ProBuy指数下跌了30.45点 报2061.05点 跌幅为1.4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118.21点 报4876.52点 跌幅为2.37% 今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为7.7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交易量为20.5亿股 交易量颇为庞大 今天两大食品巨头是传出了合并的消息 一个是我们所熟知的生产奥利奥饼干的卡夫集团 另一个是番茄酱的生产商亨士 他们的合并将会创立亨士卡夫集团 从营收上来看 目前卡夫集团在北美食品行业当中是排名第四 亨士集团排名第11 合并之后 卡夫亨士将会成为北美第三大食品公司 今天卡夫集团的股价暴涨了38% 促成本次交易的正是股神巴菲特和巴西的亿万富豪雷曼 这两个人也是颇有渊源 巴菲特在描述这一桩交易时说道 这是以我的方式进行的交易 合并了两家世界级的公司 同时传递了股东的价值 而雷曼旗下的巴西私募基金巨头 三G资本是早在2010年收购了汉堡王Burger King 三年之后三G资本和巴菲特旗下的 波克希尔哈萨维交易代码为BRKA 一起收购了亨士集团 据巴伦周刊推算 三G公司和波克希尔哈萨维买下亨士之后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财富就轻松地翻了三倍之多 当时的投资者买下了亨士 花掉了80亿5000万美金 而现在的价值已经是将近240亿美元 股神巴菲特将会在今年的5月2日 在他的家乡奥马帕举办股东大会 巴菲特将会如何的介绍这个投资案 又会对投资人有着什么样的建议呢 届时请关注我们前方记者 向您发来的现场报道 美国的木材零售商Lumber Liquidators 交易代码为LL 因为CBS60分钟节目当中 爆料其销售的中国产的目的版 甲权超标的问题 股价是蒸发了一半 今天Lumber Liquidators的董事会主席表示 消费者安全协会正在对其产品进行测试 是否真的是有毒地板还没有定论 对此Lumber Liquidators宣布 他们的产品并没有安全问题 并且可以为购买者做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 我们此前曾经电话采访了 做空Lumber Liquidators的基金经理 Winnie Tilson 他认为Lumber Liquidators前两年的盈利上涨 主要是因为进口的便宜地板 对于Tilson的这个说法 Lemison Capital Management的首席投资官 Lemison先生有着不同的看法 LL在2011年到2013年将利润提高一倍 他会怎么看呢 他表示单纯的中国工厂不合格产品的供货 所带来的成本结余是不可能让利润翻倍的 实际上LL利润率在过去两年内确实实现了翻倍 但这主要是由于收入相应增加的结果 而在这段期间LL股价来到了119美元的高位 那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股价的上涨呢 他表示不断增长的营收 利润通常这会与股价同步上涨 今天Lumber Liquidators的股价上涨了6% 重新占上了30美元的点位 投资者可以持续观察该股的走势 如果说检测结果能够帮助LL洗清有毒地板的罪名 股价有可能会大幅的回升 如果说检测结果呢 证明地板确实有毒 LL可能或许还有下行的空间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向大家预报过的 由Facebook主办的F8软件开发程序大会 今天呢是在三番市拉开了序幕 正像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说的那样 Facebook旗下的即时通讯工具 Messager成为了这一次F8会议当中的明星主题 Facebook的总裁Mark Zuckerberg 在会议当中呢是表示 为了要全面升级Messager的决心 他计划呢将大量的引入来自第三方的内容 加强用户在Messager平台上 与外界资讯的互动 譬如说呢是引入网络销售商 让用户和商家可以通过Messager的互动 还可以收到买卖和发货的提醒 现在Messager每月的活跃用户数量呢有6亿 相比之下 中国的腾讯QQ 在2014年11月份的数据当中显示 用户量呢是8亿2000万 而WeChat微信的用户量呢是4亿3800万 之前受到瑞士法郎利率决议 取消欧元对瑞郎汇率的下限 美国最大的外汇经纪商福汇 交易代码为FXCM损失惨重 今天福汇呢是宣布将会把其日本的业务 出售给日本的电商巨头乐天证券 帮助其股价上涨了4.83%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 投资者请注意 2014年中国股市几涨50%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代号CIIX 值得关注预测2025年 中国将有6亿中产阶级 这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CIIX 是全美唯一一家华人上市财经公司 股票代号CIIX C like Charlie I like Irish I like Irish 记住是两个I X like X-ray CIIX 官方网站 3w.chinesefm.com 一个代号CIIX 发行盘 918网 流通盘 380网 6100网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